周深夜竟传出枪响 事发就在废城一户住宅的小女孩房间内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11岁的小女孩正准备睡觉 房间的灯光已经熄灭 只开了一盏夜灯 她坐在床边突然传来一声枪响 听到枪响小女孩先是吓到蝶坐在床上 接着跳下床把腿冲出去找妈妈 事发过后墙上可以看到明显的弹孔 女孩的父母也推测开枪的可能就是隔壁邻居 回想事发经过 女孩母亲不禁潸然泪下 现场可以看到子弹穿越女孩三楼房间的墙 再贯穿到另一头 跟女孩当时所在的位置只差了一点点 好在女孩毫发无伤 而为了追查真相 CNN记者到邻居家按门铃 但当时大门深锁似乎没有人在家 而目前不清楚到底是不是邻居开的枪 又是否是蓄意而为 当地的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不过在睡前最放松的时刻 差点被子弹击中 11岁的小女孩深陷在恐惧之中 事发之后不敢睡在自己的房间 而她的妈妈也说 目前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帮助小女孩从创伤中恢复 前段时才能发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